盲种是24个节气之一,这个节气正处在夏天,天气比较炎热,人们形成待机比较快,能量消耗的也比较大,身体需要大量的补水。 在夏天的时候,人们经常可能会感到身体困包和没有食欲,这是非常普遍的。 那么盲种应该如何养生呢? 以下来具体了解一下吧。 一,吃苦,适当的吃一些为苦的食物,比如说苦包和莲子,以及荞麦和生菜等,夏天天气比较炎热,苦味的食物对于清热解暑和气热养因有很好的帮助。 二,饮酸,适当的吃一些梧梅和山楂,以及柠檬,或者葡萄,以及草莓等,这些食物可以直接生吃,也可以榨成蒸来喝。 夏天的时候,天气比较炎热,这些食物可以预防流汗过多,而耗气伤因。 另一方面是要多喝水,补充充足的水分,不要用可乐和汽水来带汽水,饮料反而可能会影响消化和食欲。 三,吃粥,喝一些凉粥,比如说绿豆或者红豆,以及莲子和银耳和扁豆等进行煮粥,等待凉吃之后食用,有着清凉解暑的作用,也有氧味的效果。 不同的材料做成的粥效果也不一样,一米吃小豆粥可以清热健脾,冬瓜鼻气粥有着氧味不易的效果,可以按照个人的喜爱加一些食物。 四,清福,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,适当的吃一些素菜和水果之类的食物,但是也一定要有营养。 这类食物在补养的同时,一般具有减热消除的功能,盲种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? 一,心态,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,调节自己的情绪,天气比较炎热,可能容易逗怒,好的心态对于身体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,有利于身体内激素的平衡。 二,睡眠,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,早睡早起的好习惯。 三,因为夏天白天比较长,中午可以少睡一会儿,对于疲劳的恢复有很好的帮助。 三,锻炼,平时可以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,来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。 如果是在室外锻炼的话,一定要避开太阳直射,注意防暑。 四,卫生,另一方面是要多加注意个人的卫生。 夏天的时候容易出汗,要先洗澡,浸发内衣。 防众养生是非常重要的,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知识,对于您的身体健康会有很好的帮助。 这是一个十分适合养生的季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